那如果真的变新了就变新了吧 那很多事情就是 发不满 对不对 一国婚姻 现在最近那个是原爱的 也就是老子 眼睛是一国婚姻 觉得一国不一国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会来自一些文化差异 跟生活习惯的不同 你只要够爱 你们没有什么事情不能那个 爱情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轰轰烈烈 到后来到生活的时候 它会比平静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好考验彼此感情 我跟我先生是认识八年的 远距 然后我们才结婚 第一我们够成熟 再来一个八年的这个考验已经是远距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够经历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互相尊重 一开始我先生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工作 他是完全是没事的那种想法 他就觉得他已经慢慢慢慢能够理解 我觉得就是要沟通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让对方信任 达到那个信任以后 让他知道你人是安全的 然后你在干嘛 就够了 他从来不会去怀疑说 那你是跟谁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彼此交代清楚 那如果真的变心了 就变心了吧 那很多事情就是 发不满了 我们就是一直在 争取我们少见的时间 我们一起出门 中午如果他早上出去 我中午才出来 我们就争取一点时间 一起吃午饭 然后有的时候他回来 比较晚一点 我在家 我就问他吃什么 我就帮他做饭 其实都是尽量在争取的一些 那嘎嚼嚼的时间 让彼此知道 我再来对他 这件事情那么重要 那我曾经以为是 大吵 大吵吗 曾经大吵是因为我脑震荡 腦震荡 新闻有报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摔伤 我在浴室里摔伤 就是你知道 滑了一跤之后 我下巴整个撞在那个 那个瓷端的上 但是接下来我其实是脑震荡 然后那个脑震荡 就是让我的情绪 从零到一百的这样的摆荡 就是我可以开车开一开 我突然间不认识度 我是那种 击呼 就是手刹车一拉 我就想说 你把我撞死好了 是到那样的负面情绪 所以我是突然间的 我就会跟他崩溃 我就是 到一百 然后他就觉得 你怎么整个人都 还好我互相很了解 你整个人都不对 然后我也隐隐约约约 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对 或者是大家讲话讲一讲 我觉得就这样 我就这样 撅过去了 然后才去做检查 好像脑震荡 郎姐二十年的婚姻里面 有危机 没有什么增长的危机 还好 危机是什么呢 好笑它不是真的危机 是习惯问题 我先生一直飞来飞去 他都不在 不是去美国去中国 这样爬来爬去爬来爬去 突然间 那个新冠病毒来了 他太早在家 那我觉得有点便宜 哈哈哈哈 好笑 好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